做过虎皮鸭卷 虎皮鸭卷 虎皮鸭卷 到底是哪个虎 虎的虎 哦 辅竹的虎 哦 这个就是辅竹 哦 我前还没翻译过来 我以为是打过虎 哎 辅竹我们看到好多都是那么 皱皱巴巴的一条一条的 没见过这么大一张张 那像桌布一样 你看 这么大一张 这个我一样 哦 我一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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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今天 鲁大厨说的要做一个腐皮鸭卷 鸭卷 好像我看了半天没有看到鸭肉 这一盘是鸭肉吗 对 哦 这是鸭肉 这是鸭肉啊 我们是用的是板鸭 板鸭 对 我看你这里面加了红萝卜丝和窝笋丝是吧 对 还有杏鲍菇 哦 还有杏鲍菇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菜应该怎么做 好 首先呢 这是原材料 这个就是杏鲍菇 对 这是杏鲍菇 切成丝 稍微改一下 哦 改一下刀 现在是这个季节哈 大家都讲究吃菌子哈 各种什么 呃 剑手青啊 呃 还有一些什么 华丽不当的杏鲍菇 其实我是最喜欢吃野生菌的了 嗯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 我们小时候有很多人提起一个猪子 穿成一串那个菌子来卖 嗯 两块钱一穿 对 那个菌我敢吃 现在反而野生菌我不敢吃 你怕吃了以后见小人是吧 我还怕吃了以后烫饭 所以有的时候啊 你会看那种长得特别漂亮那种菌 我问一下厨师 现在我还能吃野生模糊吗 能吃只要煮透了都 煮透了 我怎么认分辨它有没有毒 你煮的时候千万别离开 如果要是你煮了一会儿 你煮上锅了以后你就离开了 蓝姐姐走到锅边去转了一圈 指不定你到时候会不会躺板板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按照那个 切好 然后待会儿备用 哦 杏鲍菇拿来切好了备用 嗯 是不是在厨师行业有这么一句话 说的是丢头越打当次越高 是啊 好像是哈 但是并不代表丢头的那些边角料 就没有用处了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边角料呢 切成颗粒 做那种烩饭 烩饭 比如说焗饭 烩饭 加各种的 就是今天我们这所有原材料的边角料 把它切成丁丁 或者米饭一起在砂锅里面 用点鸡油来焗 嗯 很好吃 对 这是家里面的做法 其实在餐饮行业 这些边角料用来干什么呢 我告诉你做员工餐 员工餐 员工中午吃 就把这个边角料弄弄弄炒一个大锅菜出来 那个饭其实很香的 我有的时候 我吃过两次 是吗 嗯 真好吃 因为你真的是那种员工 全部切成丝丝 好 然后这个丝丝是怎么下锅去煮一下 还是怎么炒一下 切成丝以后 然后我们要用盐 然后把它挖一下 挖一下 挖一下 吃味 吃味 拦一下 拦一下让它 炒 不那么脆了 厨师有很多习惯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在家里有那个刮刮刮 就刮丝丝 他们永远不喜欢这个 非要用刀这样切 对啊 因为在厨师行业烤鸡 必须要有一个刀工 哦 那我们就加盐 好 看出去了 加点盐进去 把那个水把它杀出来 对 这个待会儿要用水冲一下吗 对 要冲一下 哦 我也是这样的 不良化就 我每次这样弄 挖完以后我都要用水冲 嗯 我都不晓得这个是哪个罐 说给我的 我一直都是这样 嗯 其实是个好习惯 让它炸一会儿 炸一会儿 炸一会儿 就是师傅 这个师傅说的这些话 要我给你翻译一下 然后 炸一会儿就是腌制一会儿 腌制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先把新高菇炸出来 放一些食用油 炸这个的时候油温控制 在四层油温 基本上就在这个七八十度 七八十度 嗯 他们的手是温度计嘛 对 他们自己感受得到 这样炸到什么程度才算好呢 炸至金黄 哦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裹卷了吗 对 像那个虎皮 是不是需要泡一下水 怎么着 不能泡水 泡水它就软了 容易碎 这个 那这个买到的时候 就是这样吗 对 哇 就炸成这样金黄色就行了 好 我们现在把它捞起来 这个盘要想框化 可以 然后把这个我们刚才腌的 红萝卜丝 红萝卜丝 拿清水透 那这个最好用水冲一下是吧 对 那这个我拿去冲 冲的我拿过来 好 我拿去冲 这个已经透了 就死水了 哎呀 然后我们要把水挤干 好 水挤干 好了 这一根就不挤了 确实挤不动了 还有加了石茂夫 对 还有加了石茂夫 这个红萝卜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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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卜 nations 比赛新闻地出展 Zither Harp 好 这样煎要煎到什么样的样子 煎至两面金黄 整个看起来呢 就是属于有一点那种油炸的感觉 嗯 经过我和大厨的耐心操作 你看 已经几本成功了 好 那现在呢这道菜就已经基本上煎好了 我们就开始整理一下 再来装盘 要切一下吗 对 要切一下 好 好 这样斜刀切出来 然后再摆出来 要摆个很好看的 哦 那还有块边角料 这儿还有块边角料 你看有的就有点松 基本上还是属于有的是紧的 所以这个就是裹它的时候那个 一定要裹紧 对 好嘞 好嘞 这著名的名菜就做好了 土皮鸭卷 可以来尝一下 来 我们用公块 好 挑一个最漂亮的给田老师 谢谢 谢谢 哎呀 第二漂亮的 给我们鲁大厨 最最最漂亮的给我 哦哦哦哦 你选了个最中间的 哦 最漂亮的 我觉得煎的这个 我们尝一尝 皮儿你看吧 金金黄黄的 这个腐竹的皮儿哈 因为煎了以后 共和鸭肉的那个香味 嗯 好舒服 那你 冒际感觉到这个皮儿 有可能是脆的 但它并不是 那味道很好吃 综合起来的那种俊香 菜香 鸭肉香 竹竹的豆香 一起 很棒 我觉得最棒的是 刚才我吃的边角鱼料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小时候大人做饭的时候 在那切香肠 对 那头一口 对 那嘴的那个口感 我刚才吃了那个边角鱼料 我现在吃了这个 就觉得刚才那个感觉香 嗯 那个不管 这是边角料吧 对 我吃了你们不会有意见吧 不会有意见 我现在吃这个边角料 哈哈哈哈 嗯 边角料真好吃